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一个受了劫的人 如果去杀神的话 那就是除了有罪过以外 还会犯劫 就有两个双重的罪过 这样子的话 你刚才说的 比如说谐音 如果你没有受这个谐音节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居士的这个五条节是可以选择性的受 这五条节当中呢 你能做多少条节就受多少条节 这个并不是要受就无够的要受 都可以自己选 那这样子的话 比如说你这个没有去受这个谐音节 那这样子的话 那么你又会不会翻节呢 没有这个翻节的这种这种说法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受这条节 那没有受这条节就不会不会翻节的 但是有没有追过呢 是有这个像是一样 这个杀到阴王这四个 杀到阴王这四个是是这个是士不山之一 所以呢 有追过的 但是这个不叫凡节 虽然不叫凡节 但是有追过的 对 好的 谢谢堪布 堪布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 其实在这个五戒和食不山里面都没有提到过吸烟这个问题 但是呢 确实是也是听说好像吸烟对于修行人还是有障碍的 可能会让他的这个修行推准啊之类的 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对 佛经里面呢 释迦牟尼佛的年代 那个时候呢 可能也许在那个时候 至少在这个印度这一块可能是没有这个抽烟这样子的习俗 好像是没有 然后这是踢到了一些外道的一些一些类似一具吸烟的 但是这个实际上也不是不是吸这个香烟 嗯 就是一些妖物之类的 嗯 这是踢到了这些其他没有明显的踢到这个可以抽烟还是不可以抽烟啊 但是后来这个密发里面呢 就像莲花商大使的一些服装啊 里面这个就讲得非常非常多了 讲得非常多这个吸烟的这个罪国 然后就是说如果这个吸烟的话就呃会影响到这个个人的这个修心啊 然后呢呃自己去吸烟的话那也会有这个国事啊等等就讲得比较多啊 所以嗯 吸烟还是会会会这个修心还是会有影响的啊 所以佛教徒的话就就就就不能吸烟 不能吸烟 对呃但是如果说你吸烟了那翻了一条结呢呃也没有这样子 也因为因为那个佛的结律里面呢 他没有钉呃没有制定一个不吸烟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条结律 所以呢这个是没办法说这个要翻了一条结 那但是呃这就是一种呃是也是一种罪业啊 在莲花山大使的这个副葬里面就讲得比较多 嗯 对呃那我想请教一下 如果说啊呃我们在一些场合里是被动的吸二手烟的话 啊那这个没有办法控制怎么办呢 呃佛经里面讲到这个比如说盐啊 比如说是自己吸烟还是这个二手盐啊都要都要回避啊都要回避 反正这个盐就是进入自己身体就有有影响啊就是这样 但是能不能做得到呃那就是是是另外一回事啊 佛经里面是怎么讲的主要是莲花山大使的呃这个密法的一些服服葬里面 嗯提到提到提的比较多嗯呃其实因为您刚刚也提到说这是莲花山大使在他的福葬里面会比较多来记载这个事情呃那其实佛菩萨的愿力是很大他们加持力是很大的 为什么会因为这个吸烟这个事而受到这样的影响呢 你的意思就是说佛菩萨的加持为什么不把这个盐的这个消除了是吧 对因为我们对佛菩萨有这样的信心嗯 然后呢佛菩萨会加持我们为什么去就是只是去信别人的这个抽烟我们二手盐闻到了这个加持力就会有有退失吗 嗯这个就是比如说无心啊这样子的东西也是一样你无知他本身就是有他的这个作用啊 佛菩萨的这个这个加持也不会不会不不不不不不不受完的比如说我们去杀生那为什么佛菩萨不消除我们的罪过呢啊 比如说我去偷东西那为什么这个这个这个罪过佛菩萨的加持不把这个偷东西的这个罪过为什么不消除呢 那这个可能也是不是这样子的佛菩萨是有加持但是这个加持也不是万能的也不是万能的也是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佛菩萨的加持也要也要具备很多的这个条件啊 这个条件下佛菩萨的这个才这个发挥作用啊如果佛菩萨的加持把全部整个世界全部要改变的话 那就我们任何人都肯定是不需要修心啊什么都不用做了就等佛菩萨救我们就行了 对因为佛菩萨呢他肯定也会这样子做的因为佛菩萨他们的工作就是度众生啊是救我们救我们是他们的工作 那这样子的话只要有这个可能的话那他一定会这么做的啊但是呢有些物质他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自己的作用啊 然后呢因果呢也有因果的这个规律那么这些规律这些物质的这些作用 全部用来用佛菩萨的这个加持来改变的话那不是这样子可能是改变不了的 明白了 对那比如说佛菩萨啊比如说这个一些高僧大德加持过的一些加持品是不是在这种西安的环境里最好也不要出现 否则也会有这种退失吗加持力 也许有吧这个说不清楚但是这个确实是比如说这个盐文啊就熏导了比如说坛城啊佛堂啊啊这样子是不是很好的 明白了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